欢迎大家收看风云车台 郑国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在车界的这么一项成果 这个成果来自于哪里呢 来 待会告诉你 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Option杂志的主编 欣语龙 小秦 小秦好 郑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小秦 郑国刚刚讲说要分享一个 这个属于车界的一个算是 和系和克的事情 好 为什么呢 这项已经开始有项记录了 你看郑国今天很认真地打了领带 要来组织这样的节目 其实我们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Option杯这个精彩的一个 最速接车的一个赛事 其实看看你们的资料 真的是算是几年有成了 今年是第八年 从2003年到现在 是 03年到现在 那有什么值得分享的呢 其实在这一场 其实这一路走来 其实赛车在台湾 一直都是很辛苦的一项运动 那我们其实办得 从一开始也遇到很大的困难 一直短短到现在 到这两年变成他 这个参赛的人数非常的踊跃 像这一战我们就突破 再次突破200台 突破200台 对那总共我们累计到现在 我们计算了 到今年的这个 2010的第三战 总共破了40场次 那参与的车次人 这方面也破了4000台 就从主办开始到现在 对对对对 什么时候主办的 2003年的第一季 我们筹办了第一场 你想说是你创办的 我们规划了 跟很多国内一些 改装店家老板 或一些车界的老车手 大家讨论出来 办这样的赛事在国内 因为这是从欧洲 日本都非常风行的街车赛 是 我们把它引进国内 小型这样一路走来八年了 对八年 我们马上先回到2003年好了 2003年的时候 你像这么多好朋友来帮忙 那时候参与的规模呢 那时候一开始 其实不瞒大家 我们办得非常辛苦 那因为赛车 大家听到还是会有距离感 第一会想到 我的车够不够资格 我的技术 再来就是最现实的 我的后勤资源 我的资金 改装够不够 我去 handle 参加这样的活动 所以参赛人士 大概头一两场 都是我们 编辑部全部动员 去邀请去 甚至到拜托 请大家出来参加 那平均一场大概才六七十台车 而且是很难得去 全程 拜托出来 找出来六七十台 那一直到04年 稍微有好 我们到突破了100台 120台 一直到05年 我们就慢慢开始很稳定了 变成大家已经习惯 可以去接受 开着我平常上下班 或是上学的这台代步车 很简单的一个整备 你缴了一个报名费 你有行照驾照 就可以来参加 这样的赛事 就可以来参与 有观众欣赏的一个 算是台湾 目前算是办蛮久的一个赛事了 不过在当初的时候 当初的规划有设计说是让 所有的民众 大家都来参与吗 当初有这样的 这么亲民的一个主旨吗 我们一开始其实有想过是 先请这些国内店家的老板 让自己的每一家店的 正店的demo卡 show卡 慢慢待了一两年 才变成说真正所谓 我们设定的目标 就全民赛车 是 其实这个真的不简单 一路走来 已经算今年算第八年 第八年的这一年呢 已经完成了第三站 其实还有第四站 还有第四站 第三站完成 我刚刚主的值得庆贺 就是人数已经突破 参赛的人数已经是突破了 四千人次了 那参赛人是这样子 通常呢 在一场来参与的 这些观众朋友的人数呢 平常从这个观众来看 我们从去年到今年 平均的这个售票人士 都也都有破千人 那再加上有一些书上的 免费的兑换就用这些厂商 或这些车手来 平均到场的参观的观众 大概都有1500到2000之间 1500到2000 OK我们今天 接下来呢 今天就要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在Option Bay 所办的最速街车赛的第三站 第三站 那是在龙潭赛事场举办的 不过这次参与的观众朋友 已经突破2000了 我刚刚看这边数据是2160人 的确相当难得的一个机会 每次到了这个时候 龙潭地区就会有些交通有色 尤其是在龙潭赛事场的周边 马上一起来分享一下 在这次第三站的一个 精彩的一个状况 不过这次我们讲说 以前都会冠上一个嘉年华 现在我看你们都是 最速街车赛 其实他还是脱离不了 嘉年华的这样的气氛 对就像郑国你讲 这个嘉年华还是比较一般人 会去想看的一个活动 我们还是把因为今天这个录这一次节目 我们特别想要高速公 就是像一开始郑国你讲的 这个活动最初设定 就是叫他平非最初节目的赛 所以我们这次在特别再强调一次 其实我看 其实你看一个东西进步进步 我们车子先抛开来不讲 整个场地的规划 整个场地的摆设 光看你们的帐篷就好了 现在你现在看起来真的是 像是一个非常具有规划 然后很有很仔细的一个赛事 让大家来参与 共同来参与 其实在这边大家也可以很亲近的 跟你喜欢的车子做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通常在他们做表演之前 大家都可以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 当然待会大家可以看到了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些超保俗 这个是还是我们这次再次邀请到的G-MOTO 就是我们周伯雄先生带了六台 总价值也是有将近一亿元的 这个六台特别的超保俗现场的表演 包含他自己的摔尾车 对 摔尾车 待会精彩的这个应该是中场表演 中场表演精彩的画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静态的部分 不过班主任的车子很容易辨识 班主任车子始终如一就是他了 对他的整个车的空力套件到彩绘 其实是很有系统 做的一个规划 相当难得 那这次G-MOTO也会给大家做一些中场表演 我们待会来看 那其实在周边的这些 参与的一些改装店家产商 这个也是值得给他们鼓励的 在这样子的活动当中 他们会提供很好的很优惠的一个价格 让大家在现场选购 对其实因为这个赛车场在桃园 那要这么多车友从南到北 各地方到这边来 其实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在赛前都会特别跟厂商开会讨论 能不能就是推出一些 真的低于市面上价格的特卖商品 那我们之前也办过很成功的特卖会 或是像一元起标可以买轮胎 这样的一些活动 那像像画面上看到的是 横冰轮胎的摊位 有请showgirl跟民众玩一些小游戏 就可以得到一些很漂亮的精美军的赛 其实Yokohama他们经常在 我们这样的赛事活动当中 算是很大的一个赛事 对它算是我们已经连续 有超过两年以上 都是一直连续每一赛提供我们车手奖金 我看旁边Advent也是一样 经常在轮胎的这些支持 大家支持才可以看到 这样精彩的赛事 然后我们这样子 除了看汽车百货之外 我相信大家焦点都会在showgirl身上 对 showgirl一年是比一年竞品 真的是这样子 每一次一次比一次的竞品 其实在你们这些固定合作的店家当中 他们已经培养出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团队了 对其实店家跟店家之间也会互相较劲 也会让谁的摊位最有看头 陈列商品 从这个商品的规划到showgirl的 整个服装的包装 其实都代表一个摊位的一个素质 小鑫其实大家讲说 我最近看这里我们网站上也看到 里面也希望大家除了来看比赛之外 也希望大家留下精彩的摄影的作品 来做这样子一个比赛 因为其实一般人可能在你生活中看不到 一次看不到这么多个型花花绿绿很漂亮的 或甚至像刚刚的画面中的超好 一般人可能你生活中接触不到 那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公开的场地 场合欢迎 尤其现在摄影算是一个很平民 大家都很容易接触 像单眼相机也很普及 我们希望邀请更多的摄影玩家 来跟我们杂志或是跟所有的读者分享他们的作品 其实每个人每个人看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他来分享这个的时候 你有分享的空间给他们吗 就是可以直接就是投稿 那种照片图长传到我们的杂志 会有奖品给他们吗 我们会之前也办过摄影比赛 就是每一种 譬如像赛车的动态摄影 Showgirl的写真摄影 我们都会有做一个颁奖 其实大家讲说来看这样子的赛车嘉年华 经常在想说 哇有时候是一天的活动下来 在这一天的活动当中 吃的东西要照顾到大家 当然这是民生基本地区 那吃的部分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减餐店 或是一些卖吃的摊贩在这个赛车场的周边都有规划 但是郑果你建议那个吃的摊位太少了 太少了 其实办起来要下一个园游会 其实让大人小孩都能够来参与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规划 像这种的来观看这个的话 可以大家可以安排的一个半天 或者是一整天的时间 都可以在这边欣赏到一些精彩的车子 精彩的一个赛事